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高层要求拜登政府解密与国家安全威胁有关的重大情报 情报是与俄罗斯希望将核武器送入太空有关 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一种宣传的 我觉得是西方主流媒体或者是有些主流媒体和深层政府在反俄罗斯 他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再调起一种对俄罗斯的反感情绪来做出来 因为核武器送入太空这个事情 俄罗斯大概几十年前就在做 美国也在考虑 其实美苏在冷战的时候 在核武器开发的时候 他们都考虑过把核武器送入太空 但是后来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危险性太大 所以后来不是有美苏之间 美俄之间它有禁止在外太空部署这种武器的那些的一个条例 但现在这个条例应该外太空非武器化这个条例还仍然存在 因为这个核武器送入太空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你不要一个核弹头放在上面 带核颜料 核材料的 你如果这个在太空运行中跟另外一个卫星相创了 相创了以后你等于把这些大量的核物质在太空运转 一般在运转 然后在地球上在散布下来的回到地球的时候 就可能在整个大面积范围内就有那种核材料核燃料的辐射的 坠毁 坠向地面 没烧掉这些部分 到了地面上以后 那个时候一旦你在发生这种爆炸或事故的时候 核材料开始分散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会落到哪里 这个已经没法控制 可能会落到比如说俄罗斯的核武器 可能会落到美国 也可能落到它自己 美国的核武器也是一样 它可能会落到苏联 俄罗斯 也可能会落到美国自己 关键造成全世界核污染 所以我觉得像核武器送入太空 这个实际上是有点无稽之谈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这种其实是不太可能做到 或者是不应该这样考虑的 首先美俄很多国家都签署了联合国 有一个把外太空非武器化的协议 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 这些它真正会送入 但像我刚才的分析一样 这个送入的话 这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它对这次自己可能造成危害 尤其是这个大国之间 大国的话 你在太空中往下撒 核核燃料 核废料的时候 核污染的时候 你一个大国这么大国家 你肯定会受到群害 所以实际上已经美苏 美俄都没有在开发 把核武器送入太空 但是美国确实在开发 把这种常规武器 其他的武器送入太空 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美国开发了一种武器 它是叫做 我记得叫做上帝之杖 杖就是拐杖的杖 上帝的拐杖 上帝之杖 那这个武器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会用这种 一种乌合金的金属棒 很重很重的乌合金金属棒 然后送上太空以后放在太空 然后作为打击的时候 直接把这个金属棒丢下来 这不是核武器 就是个金属棒 但因为这个金属棒 下坠的时候 从太空下来 它会速度非常非常快 会穿过大气层 会磨杀 但是会极大的速度冲击地球的时候 它造成的冲击和打击 实际上比核武器还大 就是不小于核武器杀伤的范围 但是又没有核污染 我就说举个例子 这是美国想要一度开发过的 这么一个武器叫上帝之杖 就是拐杖的杖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还有其他的了 我觉得其他的武器肯定是有 但是这个常规武器 这个各国都在做 中共也在做 包括这个卫星武器 反卫星武器 怎么样尽快地打击对方的GPS 卫星打了通讯卫星 军事侦探卫星 这个至少这几个大国都在做 那你刚才说了 这条报道其实是一种 也有点宣传性质的 这是不是就是说 美国有俄罗斯的这种竞争 或者是对抗敌是越来越严重 是 是这个显然 这个俄乌战争现在进到这儿的话 俄罗斯显然是知道 美国对它有很大的敌意 至少是拜登政府 左派政府对俄罗斯有强大的敌意 所以它肯定在竞争 它肯定要跟美国竞争 实际上俄罗斯已经有所领先了 我们知道美国呢 已经有非常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 导弹防御系统 可以在导弹的初始端 中端末端 有什么爱国者 还有各种各样一层套的三个阶段 都有这种防御系统 这个防御系统现在也是相当有效 不能百分之百 但是也可以拦截相当多的一部分的导弹 而俄罗斯它没有这样的 它也没有这个技术 但是它没有这个盾的技术 毛和盾 毛和盾 没有盾的技术 盾的技术不够发达 它就开发毛的技术 就是攻击性的武器 而且它已经开发出来了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Hypersonic 极音速 不是超音速 极音速武器 这个俄罗斯有这个告尸导弹 就是极音速武器 现在好像美国刚刚最近有个报道 俄罗斯在乌克兰用了这个武器 这个是拦截不住的 就是美国的导弹 拦截系统也拦截不住 当然现在美国也开发出来了 但是美国因为它开发的晚 现在已经开发出了飞行成功 但是还没有部署 俄罗斯已经开始部署 已经部署 中国也开发出来 中共实际上也有这种极音速导弹 可能也是刚开发出来 可能开始要准备部署 所以美俄这种竞争 实际上是一直在进行 尤其如果美国在某一方面有优势的话 俄罗斯它一定会受到威胁 但实际上美国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俄罗斯在空间的这种武器 或者反卫星的话 实际上美国有一个很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美国现在有一个最先进的东西 叫X-37 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就是波音的一个X-37 它叫做Orbital Test Vehicle 它叫做那个学名叫做轨道试验器载具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现在谁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推测 这个跟那个长的样子像一个航天飞机一样 但是一个小型的航天飞机 最可怕的是这个东西 美国现在有第七个 第六次的X-37的飞行的任务 是这个2020年 2020年这个上去 然后2022年 然后实际上总共在那个地球上 在太空中待的时间是908天 900多天 大家想想 两年多 快三年 900天 之前的几次X-37呢 大概700多天 700多天 600多天 最早也是200多天 那就是说它这么一个像小型的无人机太空梭一样大的东西 飞行器在空间 它呆了200天 200天到900天 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我们都美国高度保密 但是你可以想象它会做什么 第一它会反卫星是肯定的 它会反卫星 它会反击 它会去打掉别的国家的那些通讯卫星 GPS卫星 定位系统的卫星 或侦察卫星 别人可能会快速地布置自己的卫星 是吧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东西 并且这个能力呢 可能都不驾驭这种太空的核武器 还有包括刚才说那个上帝之杖 所以美国已经有这些这个东西在里面 但我们现在呢 实际上还是不知道它能够做什么 以后有一天暴露出来 最终公开出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世界肯定会大吃一惊 所以这个是美国可以威胁到全世界的 俄罗斯现在实际上还看不上 就是说有什么可以威胁到美国的 它这个极因素武器呢 它只是对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 它抢先部署 但是美国也很快部署 但是这个部署了以后呢 当然问题是这个俄美之间都没有防御性的武器 就是这个人类这个毛和盾 毛和盾这个争论之中呢 现在双方的毛都更加往前走了一步 这个盾还没发开发出来 就觉得像核武器一样的 就是我们会它会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对保证互相毁灭 就是说你 因为你的核武器我拦不住 我的核武器你也拦不住 我们一旦互打开打的时候呢 全世界都毁灭了 所以最好是谁也不打 现在这个极因素武器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人类呢 实际上是很遗憾的 就是说它研发新武器的步伐呢 现在又在加快了 所以我们离这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威胁呢 也越来越近 那你认为目前世界面临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是中共 因为呢 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呢 它虽然这个 它这次打俄乌战争呢 它实际上是 它在对抗这个 整个这个北约的力量 但是我想我们看出它并没有 它不是一个共产党政权 它只是在 这是比较一个领土和这个宗教信仰 种族之间的一种争论 而中共不一样 中共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后 最大的共产主义政权呢 它现在是要以占领全世界 统治全世界作为目标 它甚至不惜在这个 就像中共军统说 不惜杀死掉几十亿人 几亿人 来跟那个全世界 比如说决一死战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中共 但是中共呢 不管是那个病毒武器也好 朝鲜战武器也好 或者它对伊朗 对其他对俄罗斯的支持 它在南海、东海 造成的这种威胁 它实际上是对全世界的和平 和人类都有这个其他的威胁 并且它这个对外的那种 对世界的占领 还不光是军事上的 我们知道它这个意识形态 它这个人权迫害 其实几乎所有的方方面 是经济上的占别人便宜 盘剥别人 它在所有的方面 其实都是在危害全人类 所以这个像是人类最大的威胁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说 美国应该把这个转向到中共 而不是俄罗斯呢 是的 这也是我一直的观点 就是我在最近 我刚刚写的篇文章 就是谈到这个川普的北约政策里面 就是说这个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北约放弃了它原来对抗共产主义的一个目标 现在转向去把打败俄罗斯 它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作为一个目标 但实际上在这个期间 实际上它让这个俄罗斯 让中共 中国共产主义做大 已经变得更大更大的危险 美国现在这些保守派人士 传统主义 保守主义的人士 川普阵营呢 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实际上川普期总统在任的第一任期呢 已经开始这个遏制中国共产主义了 但现在那个在拜登政府呢 这个有所放松 就是张共呢 现在实际上还有所喘息 但是那个下一步 我认为今年11月选举以后 川普下一任期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增加 更加这个审慎 积极地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未来